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涛歌坎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周星驰的影片《功夫》 几年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但几年之后,环境不同了 个人的理解不同了 那我就重新跟大家分享这个看法 在原来其他的节目当中我讲过 你能看明白《功夫》 看明白这个《降魔片》周星驰的两个影片 其实你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当中 中国的发生的事情当中 你从生命的角度能够理解到相当程度 在《功夫》影片当中 里面有着今天的中共的 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的代言人 就是表现者 斧头帮 斧头帮来自于镰刀斧头的中共党旗 杀人成长 跳着舞 穿着西服 戴着礼帽 外表最文化的一切 与他内心杀戮 完全靠杀戮 来维持自己的成长与生命过程 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概念 而后来 他的代言人火云邪神 就是江泽民 直接讲的蛤蟆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推出了另外一个 猪龙城寨 中国人像猪一样被这么虐待 但在这个中国人聚集的猪龙城寨当中 却暗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精髓 和做人的道理 练武术的 有不同的功夫 作为对比 共产党里请来了 斧头帮里请来的 天蚕地缺 两个瞎子弹琴 代表着共产党 跟共产党吻合在一起的一些 邪恶的势力 但他也是在人中的 以至于到最后 有着佛法的承传者 周星驰扮演的角色 如来神掌 降掉了蛤蟆功 把蛤蟆制服了 2004年 周星驰 就能说出 今天在中国大陆 发生的一切 那如果想听到 石涛是怎么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的认识 那你就看涛格卡内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大礼拜一的 蒋介敏折了 李春成也折了 这是周永康 在 如果你把它算成一个 团伙的话 这是团伙当中的核心 是人物 李春成 是最早被拿下来的 习近平王岐山 在十八大 上来之后 没几天 就把李春成干了 蒋介敏呢 他的震动性比较大 因为就是钱多 再有呢 比较有趣的是 他是跟女人有关系 牵头引出来的是 跟女人牵头牵出来 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或者说 又是大家正常理解 他们两个人都判了十几年 没有太多 判十几年 跟过去对待那些官 被判的概念差不多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反腐当中 整个的被打下去的人 已经判刑的人 一开始他们的罪名 嚷嚷的很高 最终被判刑的结果 都出乎大家意料 都把大家感觉上 给大家吊起来了 然后又给放那 对吧 判得不中 判得不中的原因 在我看来 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就像上个月初 我们知道 在大阅兵结束之后 《求是》杂志出的文章 痛打死老虎 徐才厚都死了 已经没了 为什么要痛打死老虎 就是我们讲过 以个人的罪名 拿下来 摧毁江泽民 本身建立起来的 整个党的 从上至下的系统 但他没说 党有毛病 对不对 他只能说 这些党的系统的官员 在党中是个蛀虫 所以一个一个摘下来 摘完之后 党其实就没了 摘完之后 党其实就没了 因为今天 他只能建立起 国家体系 去保自己 这是我一再 一而再 再而三 跟大家描述的 那一开始 大家可能觉得 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现在 随着这种 非常寂静的背景之下 大星期一的 把这个 蒋洁民跟 李纯诚拿下的时候 我们罗列在一起 就非常清楚 个人罪名拿下 最后 在什么时候算总账 不知道 但他一定是很快 有一个时间 与此同时宣布 五中全会 在十月底 举行 原来都认为 在十月中 习近平在 出访英国之前 结果现在 他往后挪了 挪到 出访英国之后 那言外之意 五中全会 会有故事 五中全会 拿出来的东西 使得习近平 不能够说 开完会 到英国去 他不能离开 因为 在此之前 一直认为 是在十月中旬 那不能离开 那五中全会的内涵 是什么 三中全会 建立机构 国家全委员会 深化改革小组 四中全会 一法治国 一县治国 要求公务员 从2016年 开始向宪法宣示 那五中全会做什么 有人说 这个军队会做大调整啊 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是具体的 关键就是 在他整体机构的方针当中 整体机构的方向当中 他往哪儿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共中央将召开全会 经济和人事受到关注 中央决定26号到29号 召开五中全会 他说五中全会确定的日期 当时是在7月20号那天 大家记得我强调 中纪委的五中全会 是在1月份召开的 他召开的目的是 在五中全会再召开的时候 有些人已经完了 那我们看到的 徐太后死了 令吉华被拿下来 苏荣拿下来 郭伯雄被拿下来 那周永康已经被定了案了 就判了 已经判完了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故事 那蒋洁敏也好 李春成也好 那作为中央委员 已经明确的 现在看来有了结果 所以他中纪委的五中全会 是为中央的五中全会 扫清障碍 然后他提到说 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个问题 我早跟大家讲过 这个问题是江泽民 借助了在胡锦涛时期 建了一个金盆 结果盆里面装的真正的东西 都是江泽民的粪便 然后给了习近平 就这么点事 所以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 我早在节目中说了 他没办法 制度不改革 整个共产党部抛弃 这个东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他只能在经济之外找方式 那至于经济本身来讲 在经济之外找了一个决定性的方式 然后在经济本身上是一种技术性的调整 应对 应对的根本不在经济本身 应对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本身 和政治的本身 人性的本身 今天时间走到这儿 然后他就提到了整个人事的安排 那在我个人看来 因为他有空缺了 他人事安排 这也是正常的 这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可能被人们瞩目的 就是军委的调整本身 有没有可能 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还是看五中全会 他真正根本的内涵在呢 他怎么去把三中全会的决定 四中全会的决定 作为一个坚实的盘盈盘 能够给他在2016年后面的时间里 真正的实施下去 这是关键 但是没有人 没有任何媒体 在这方面有推测 没什么事 我没什么事 吃到来 看一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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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对这两天 另外一个人杜运生病逝 这个人被称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父 但是他的官位呢 比较低 相对而言比较低 那可是在三十多年前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结果在昨天财新网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写得很特别 习近平王岐山的教父杜运生 呼吁建立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王岐山跟杜运生的照片 王岐山呢自称为呢 他是杜运生的门徒 而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运生呢 曾经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室中心主任 杜运生晚年的时候 曾经提出了建进式改革的反思 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体制的期待 这是他直接提出来的 财新网在10月10号 刊登了叫杜运生谈政治改革一文 披露了他对民主自由法治 以及反腐的惊人之言论 杜运生明确讲 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的话 有三大包袱 第一个是毛泽东 第二个是文革 第三个是六四 但我相信 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很可能还没有触及到 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也就是这段话如果查 很可能是在99年 对法轮功迫害之前说的 因为提到的三件事情的两件事情 对吧 毛泽东自身 这我们不用说了 我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他是个象征 他是个代表 但文革和六四 直接触及到 所有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对吧 跟他同样类比的 就是99年对法轮功迫害 他同样涉及到 中国各个阶层的 普通人 当官的 有钱的 没钱的 各个阶层 各个部门 各个社会层面的人 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那多人生提出来的说法 和他跟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跟习近平有关系 习近平在农村做县委书记的时候 曾经求教过杜运生 应该如何管理 如何在农村做出一番事业 习近平求教于杜运生 而王岐山是杜运生的学生 那所以这就比较有趣了 那今天香港的这个东方日报呢 为此写了一篇评论 改革元老离去 恐怕后继无人 那他说的后继无人 也就是今天的改革意思 那也就是变成了 你想得到民主 以自由和公众的社会 你没有任何出路的 要否定共产党本身 102岁的杜运生老人 9号去世 不论是在内地还是本港 听过杜运生名字的人不会很多 但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物 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人物 还因为他的门声遍及中国的党政机构和学术界 掌握重权 甚至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做县委书记时 也曾问证于他 所以从时间是个神的角度来讲 他在今天去世 在五中全会之前去世 在今天现实的环境中去世 让人们重新记忆起他曾经的概念 曾经的民主公正理念的概念 曾经提出来毛泽东就是包袱 文革就是包袱 六四就是包袱 那如果是这么人的话 那我们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不得不敬佩 时间是个神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